之前為了這個演唱會 應該是卯足全力做準備對不對 自己應該也蠻ㄍㄧㄧㄥ 蠻操的 對 所以此刻你這個壓力都宣洩完了 所以想做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把腳抬起來 把腳90度掛高高在那裡 讓血液可以回來 讓血液可以倒流回來 因為其實路上演唱會 是我生了小孩的一場 所以其實生過小孩的 應該也都會知道 其實要恢復 是要 整個要時間 對 要花更加倍的時間 所以我相信大家看到孫燕姿 回味四年多 以不一樣的身分 再次回到舞台上面 那個駕馭舞台的名義就是一級棒 但是我要再問一下孫燕姿 你剛說小小 小小好 對 但是要先問一下孫燕姿 這個接連兩天的演唱會 有沒有哪一些段落 或是哪一些畫面 讓你覺得哇塞 印象超深刻的 我覺得歌迷的熱情 就是 我有記得歌迷是熱情的 對 我們很熱 我 我會挖 因為那個 那個是一項震撼到 對 我自己很震撼 你也震撼 你覺得那個台北歌 你的掌聲 那個小小小的熱情 真的是很high 而且全場是KTV 對 對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是不是 我們開玩笑 哥哥姐姐們都是有練過的 對 都是有練過的 那我有看這唱 我沒有假唱 你沒有假唱 你是真唱 但是我要再問一下孫燕姿 邀請到許美靜 我塞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因為台北的歌迷 包括全亞洲的歌迷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個許美靜 現身在舞台上面 甚至是唱歌的 你是怎麼樣辦到嗎 把電話給他 就是 妳可以就坐我講 好啊 就這樣 就空嗎 我覺得沒有 當然我也覺得 剛好有這個之一 因為我的經理人跟他的經理人是朋友 然後他們 他就說 欸 你的開飛場 要不要請美靜 然後我就說 哇賽 而且你剛剛 好啊 所以一通電話就促成了許美靜 他非常的給念 然後他其實台灣還有另外一個工作 他把他推掉 就為了孫燕姿而來 對 所以他 對 所以你們真的是 彼此都看到彼此 最亮的兩顆星 在小巨蛋共撞出的美麗的光芒 對不對 所以最後啦 最後我要問一下孫燕姿 這個2014年 這個特普樂的世界詢問演唱會 跟這個四年前呢 上一次已經相比一段時間 那這一次呢 家人也來了 老公也來了 所有的這個 最支持你的夥伴們也來了 心情上面感覺什麼 跟大家說一下 好 想哭嗎 其實他很想哭 有沒有想哭 真的 因為 其實哭嗎 沒有啦 都對著我的眼睛 沒有啦 因為其實也出到很多的事 那曾經可能 你知道嗎 就是哭 然後很累 沒有 其實我都知道自己的那種認識 對 所以現在 也 就是也經歷過一些 生活上的階層的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很幸運 真的很幸運 今天有那麼多人 我只覺得自己能夠當初 然後就是希望把最好的給大家 OK 希望這個2014年這個孫燕姿 已經調整好最好的心情 因為呢 不只你回來了 一演唱會的方式 你的新專輯 2月27號 你要來正式的發行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值得期待